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我们是白色之声 我是白编 以下是柯文哲7月29日 至8月2日的一周试剂 本周一 柯文哲市长出席成功市场改建工程动土典礼 市场是城市文化的缩影 也代表城市文明的程度 柯文哲市长深知市场改进 会让摊商们有疑虑 摊商多 沟通要花很多力气 每个摊商 总是会想争取更好的区位 这是人之常情 也许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个摊商满意 但我们会尽力做到 民众愿意接受的 最大公约数 除了摊商满意 更重要的是 如何让民众满意 未来的市场必定会干湿分离 垃圾分类不落地 电子交易现代化 因为做成功以后 才能慢慢让其他的市场相信 不会再是过去的市场的样子 第一步 总是步履蛮山 但第一步的冒险 是为了第二步的稳健踏实 本周二 柯文哲出席 八一元住民族日 相约漫步游台北 记者会 元住民 是台湾本来的住民 政府 因此在每年的八月一日 定为元住民日 我们有了先进的科技 便利的生活 但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自己是谁 更不能忘记 美丽的宝岛上 有谁 我们尊重原住民 甚至不同族群 不同观点的人 这 才是我们的台湾价值 才是我们进步的原动力 本周三上午 柯文哲与晨会中讨论 有关争取亚运的议题 世大运的荣光游在 台湾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台北是一个光荣的城市 但在这份光荣之下 包含所有举处同仁的努力 同时 我们也不会让这些活动 融为一次性的消耗品 而是推动 以亚运为名的首都生活圈再造 我们不只追求光荣 更追求生活的卓越 下午 柯文哲出席大直北岸站 公办都更开工动土典礼 吸引民间投资额近9.9亿 在日后还会秉持公司协力的精神 跟民间一起合作 继续推动公办都更 目前 台北是优先推动15件公办都更案 自行投资48.07亿 预期吸引民间投资额 将高达722.87亿 本案土地 原是军方管有土地 规划将建地下三层 地上16层的住宅大楼 第一楼层将作公共测试楼层使用 而一楼将作为都市再生前进基地 URS 水泥刚够的大楼之下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传统 人文 创意 次文化 而一个城市的生命力 需要活水般不断地注入文化创意 灌溉滋养 都市再生 最重要的不是形作外观的美感 或空间的创新 而是怎么回归到人的尺度 把人的活动 重新带入已经被遗忘的成就场域 致力于改善街区环境 让更多元的生命力与居民共享 则是我们的责任 本周四 驻台北印尼经济贸易代表处 劳工部主任武达 来访市府 拜访我们的劳动局同仁 台北市是国际都市 也有印尼朋友在台北生活 在台北工作 台北市 过去也多元尝试一些庆典 让印尼朋友与台湾 一起同乐 同欢 成长发展 我们欢迎交流 交流的国家 也不限于欧美 日中 也包含了 东南亚的许多国家 而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也绝对不是编列补助预算 含含口号 就可以的 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互相交流 本周五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主持一年一度的台北市政府员工 亲子日活动开幕式 举办亲子日的活动 就是要让小朋友知道 爸爸妈妈 在市政府政府的工作 透过这种认识 了解的交流 可以增进亲子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目前 在市府大楼里面 0-2岁的托婴有12名 26岁的幼稚园 有120名 这是因为去年有扩充空间 增加小朋友的托儿数量 相信 可以让市府同仁上班的时候更放心 这也算是企业的托婴托幼措施 最后 柯文哲也特地向所有市府员工 眷属表达谢意 因为 有家人的支持 才能让市府上班的同仁 工作更有效率 经常 我们因为工作 因为忙碌的生活 甚至是因为电视 电玩 忽略了亲情 你有多久 没有好好的跟爸妈 孩子聊天呢 本周末 天气良好 不如 为了找回彼此的亲情 一起出去走走吧 我是白编 以上是柯文哲7月29日 至8月2日的一周时机